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ancster 上世纪50年代初期 京都大学领长类研究所里的科学家 在研究日本杏岛上的猴子 他们给猴子一种从来没有吃过的红薯 开始的时候那群猴子一直在观望 该不该吃那些沾满泥巴的红薯呢 后来终于有一只勇敢的猴子 把红薯拿到海边洗干净之后把它给吃了 其他的猴子看到这只猴子这样做之后呢 也纷纷的效仿 很神奇的是 当到了第一百只猴子开始模仿的时候 就发生了一种让人匪夷所思的变化 那些从来没有学习过洗红薯的猴子 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几乎都学会了这招 也就是说 他们虽然没有跟已经学会了的猴子接触 可是呢 竟然也都很自然的知道了这个方法 更让人惊讶的是 没隔多久 洗红薯的行为啊 竟然横跨海洋 传到了对岸 大分线高崎山的猴子那里 可是这两群猴子 完全就没有任何的关联或接触啊 于是 科学家就用第一百只猴子 来形容造成意识形态突破的关键参数 当然不一定非得是一百 只要达到某个数目 在某一个地方形成一种文化 或者是意识觉醒 在界限之外的族群也会受到感染 这就是著名的百猴效应 我们发现 这个现象和理论物理中的超显理论 量子力学中的量子纠缠 还有弗洛伊德的冰山理论高度相似 当然还有佛家讲的阿赖耶实也是同理 我们的思想意识信念都是能量 以能量场的形式存在着 在各个空间维度中传递 当具有一定意识的人数达到一个临界值时 或者说意识领域达到了一定的强度 这个时候呢就会超越时空的限制 迅速扩散到更广阔的领域 影响更大的范围 宇宙间万物的本质就是能量 一切都靠能量运转和维持 所有存在的事物都具有一定的意识水平和能量层级 爱因斯坦的智能方程式已经证实 物质就是能量 物理学家也已经证明了 我们这个世界上 所有的物体都是由旋转的粒子组成的 不同的粒子有不同的振动频率 粒子的振动 才使得我们这个世界展现成我们现在肉眼所看到的这个样子 我们人体也是如此 科学家用仪器去测量不同体格和精神状态下的人 不同的振动频率的身体发出了不一样的能量辉光 这也是让人大开眼界 这些以前我们在人体能量场的视频中已经详细聊过了 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今天我们主要是想再进一步的聊聊 意识的能量水平和如何测量辨别能量的好坏 从而提升自己的生命境界 开始之前还是先请大家按下订阅按钮 并且开启小铃铛 这样以后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视频了 在繁华大都市的高档街区 有一位无家可归的老人 对于这个流浪汉的出现 不同的人表现出不同的反应 有人觉得他脏臭讨厌 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懒惰的人 罪有应得 有人同情老人 认为他可怜 有人认为他会做坏事 要叫警察来对付他 有些人认为 如果他有工作 就不会流落街头了 有些人觉得 这个流浪汉不坏 说不定还挺幽默 有些人想为他做点什么 有些人甚至认为 这位老人很有善 甚至看起来很可爱 为什么不同的人 对同一个流浪汉 会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呢 著名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师 大卫霍金斯博士 给出了答案 他基于近30年的研究 证实了意识作为一种能量 它具有强大的力量 霍金斯博士指出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所对应的意识能量水平 而这个意识能量水平决定了我们生活品质 层级越高 正能量越大 那么我们获得的成功和幸福感就越多 回到流浪汉的问题 用霍金斯博士的话来说 我们的意识水平决定了我们所看到的 对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 我们只是被动的观察者 因为我们每个人所对应的意识能量水平都不一样 所以在每个人的眼里 流浪汉都会显现为不同的形象 所以他带给我们的感受也会不一样 那么霍金斯博士是怎么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的呢 他在多年的研究里用了一种肌肉测试方法 总结出了一个意识能量层级图谱 而这个测试方法就称为肌肉抗力测试 早在1976年 医学专家在人体运动学领域发现 有害的外界刺激会导致肌肉瞬间变得软弱无力 这一发现后来被应用在医疗方面 成为了一种非常实用的检测疾病的方法 再后来精神病学家约翰·戴蒙博士 延伸了这个应用 称为行为肌肉运动学 也叫肌肉测试或者是能量测试 这其中有一项行为肌肉抗力的测试方法 非常的快速有效 操作简单并且准确度高 就是通过自己的肌肉是否会出现抗力 来辨别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事物的一种实验方法 主要是用大臂的三角肌来辨别事物的好坏 戴蒙博士认为 我们身体知道的比我们自己知道的还多呢 如果我们接触到正能量的事物 伸出的手臂就算被用力按压 也会持挺平举 如果接触到负能量的东西 就算想用力挺住 手臂还是显得软弱无力 戴蒙博士在巡回演说时 曾经让一千名听众用这个方法进行测试 首先让每个人拿装有维生素C的信封 听众拿到之后 无一例外的肌肉变得强而有力 能抗压力 而拿到装有甜微剂信封的听众 都感到软弱无力 无力抵抗 在测试中还发现 当受试者看到喷农药长大的苹果之后 就会变得软弱无力 接着他注视一个无污染的有机苹果 他立刻会变得强而有力 除了物品的刺激变化之外 积极或者是负面的情感 也能增强或者减弱肌肉的力量 例如 受试者看一个人的微笑 就能使他充满力量 相反呢 一句我恨你就能使他的力量减弱 下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测试 测试必须有两个人来进行 大家可以找家人朋友来玩玩看 但是夫妻或者是母女的组合就不准 就是说为什么不准 目前还不知道 好 我们把其中负责施加压力的人 称为测试者 用肩部肌肉承受压力的人 称为受试者 首先 我们让受试者轻松站立 将一只手 左手或者是右手 抬高至肩部水平 并伸直肘部 与地面平行 另一只手自然垂放在身体的一侧 接着 我们面向受试者 将一只手放在他的右肩上 帮他保持平稳站立 然后将另一只手的两个手指 放在他伸直的手臂的手腕处 正式测试之前 一般都做一个调试 他们都是让受试者 用德雷莎修女和希特勒 作为正负能量的抗力调试 接着 我们就告诉受试者说 我们要施力了 要向下按压他的手臂 请他来用力对抗 当我们发现 受试者的肩三角肌 自然产生抗力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施力了 不需要一直的加压 因为这个动作的目的 不在于测试力气的大小 而是用来判断 受试者肩部肌肉 可以承受的力道的大小 我们将这个受试者 经过按压后 肩肌自然产生的抗力 称为锁住点 这样我们就可以根据 不同的受试者 而做出不同的力道调整 最重要的就是 先找到这个锁住点 之后就可以用它 作为肩肌测试的参考 如果受试者能够锁住 不被压下来 就是正能量 锁不住被压下来 则是负能量 正式测试开始了 我们就可以问受试者 各种问题 例如 谁谁谁说的是真话 这是一项安全稳健的投资 这个水果对身体有益 它的前世是男性 等等等等 然后让受试者 把陈数据记在脑中 与此同时呢 我们就向下按压受试者的手臂进行测试 如果那句话是消极的或者是错误的 受试者就会感到无力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 那么它就是强壮的 戴蒙博士说 只要你熟悉这个方法 你就可以用它来检验公司 动机 动机 个人 历史事件 或者是诊断你当前生活中的问题 例如测试一项投资是否可靠 一个制度是否完善 二手车值不值得买 员工是否值得依赖 谁是最好的治疗师 老师或者是教练 嫌疑人的身份 证人有没有说谎 哪本书更有价值 等等等等 其中还包括我们每个人的意识能量级别 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测试出来 那么能量又有哪些级别呢 霍金斯博士经过了30多年的研究 发现人的身体会随着精神状态 而有强弱的起伏 他用了前面讲的肌肉测试 把人的意识映射到 1至1000的水平范围 最终总结出了一个 意识能量层级图谱 测试对象横跨美国 加拿大 墨西哥 南美 北欧等地 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种族 文化 行业 年龄的区别 积累了几千人次和数百万的数据资料 在经过了精密的统计分析之后 他发现 人类各种不同的意识层次 都有其相对应的能量指数 我们可以看看他总结出的这个表 意识能量在200级以下的呢 主要是偏自我的 都是负能量 这个群体的人生活各方面比较辛苦 面对各种矛盾 仅仅是勉强的维持生计 在200级 勇气这一层级 能量开始转向正面 在这个层级以上的 人们可以有精力学习新的工作技能 并且可以过得相对丰衣足食 从250级到310级 人成长得非常的迅速 这个能量水平的人注定会成功 会拥有更高的地位和财富 而在500级 人爱这一层级 他人的幸福成为了个人奋斗的主要动力 在人爱的人的心中 他们的爱从来不依赖于外在的条件 他们与世界的关联方式是宽恕 滋养和帮助他人 伟大的音乐 艺术和建筑都来自于这种层级的人 世界上只有很少比例的人能达到这种状态 能量在700至1000级的 他们已经在为人类精神的救赎 这一伟大的世界现身了 任何达到这一境界的人 可称之为神的化身 比如佛祖释迦牟尼和耶稣基督 传说 耶稣在村子里出现的时候 那个能量使得周围的人心里只有耶稣 不生任何其他的杂念 霍金斯博士说 他遇到过的最高能量层级的人 是700级别的德雷莎兄女 德雷莎兄女在1997年 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 当她走进屋子里的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幸福 她的出现 使在场的人几乎没有任何的杂念和怨恨 这也让我想到德雷莎兄女的另一个事迹 在南斯拉夫爆发科索沃内战的时候 德雷莎去问负责战争的指挥官 说战区里的妇女儿童都逃不出来 指挥官说 兄女啊 我想停火 可是对方不停啊 我也没有办法 德雷莎说 那么只好我去了 说完 德雷莎便走进战区了 没想到 双方一听说德雷莎兄女在战区 立刻都停火了 当她把战区里的妇女儿童带出来之后 两边又打起来了 这个消息后来传到了联合国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对德雷莎赞叹不已 因为早前联合国也曾调停了好几次 南斯拉夫的内战始终没有停火 没想到德雷莎一走进战区 双方却能立刻自动停火 我想这可能就是德雷莎的能量频率所致吧 孔子常说 智者不惑 忍者无忧 勇者不惧 智者动 忍者静 智者乐 忍者受 孟子也提出忍者无敌的主张 这孔子和孟子说的忍者和智者 不就是意识能量水平在500以上的人吗 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在礼乐论里这样说道 圣人内求 世人外求 而霍金斯博士也说 真正的成功源自于内心 与任何外界环境无关 要想获得恒久的高级体验 只有终身提升内在意识水平才能真正获得 也就是说 提高能量层级并不依赖外在的东西 而是应该向内求 这跟王安石的观点是相通的 正面能量是可以互相传递和互相影响的 如果我们实时让信念维持在正面的方向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自己 也可以帮助身边的人 就像视频开头100只猴子的故事那样 100个人所产生的共振 也许会带动全世界的人 为全人类带来良善的未来 谁来做那第100只猴子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必须有人来做那前99只猴子 然后坚持下来 那么正能量就会远远不绝 永远都用不完 反倒是 越使用正面的能量与信念 能量就越强大 遇到困难也就越容易解决 好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话就请按赞分享 我们下期再见